既然主办方要搞事情 那就不要怪明星们不给面子 原本身高166的李庆 再和1米82的女主持站在一起跑 瞬间被碾压 气得李庆的反腐都出来了 随后主持人连第两次话筒都被离庆了 而作为杨太太的黄胜一就更当了 看到女主持1米8级的身高 她立刻杀住脚步 老娘身高才165 这走过去岂不是会被完美碾压 索性直接全力压制先让女主持下场先回 等黄胜一下场主持人这才敢重新上台 关小彤走红台一出场 又看到了主办方的广告牌 机智的她一点不敢停留 直接走到后面签名 毕竟在她之前上场的魏大勋只是去拿了董 就被赌到广告牌前合影 深有竞品代言的她可害怕吃官司 某次红台时代少年团成员 一人彭筒暴女花红台签名 结果不慎撒了一顶 他们下场后主办方也不安排工作人员清零 之后上场了杨幂 本来拖着长长的裙板还要防走光 已经够累了 主办方还要求签名 杨幂看了一眼地上的爆女花直接拒绝 礼服弄脏了自己可是要赔钱的 这个锅自己不背 不过要说红毯上最会周旋的 还单是沈腾 别人都是避之不及沈腾天要反的 上场就抱住汽车轮胎不撒手 主办方不是想割韭菜吗 那我就抱结实轮胎让你哥哥够